而刘依看到小翼居然可以秒杀鼠怪也是非常高兴 由此可判断 小翼的等级至少四十级靠上 看到小翼这么厉害 黄毛小哥这才相信小翼刚才说的话 黄毛连忙问他是怎么得到游戏力量的 可此刻的小翼却没有获胜后的喜悦 他反而是颤颤巍巍的向后退去 然后只见他看着自己腹部的同时 还发出痛苦的喊叫声 原来他在解决鼠怪的同时 他的腹部也被鼠怪的抓伤了 好疼啊 怎么会这么疼 游戏里可不是这样的 小翼痛苦地抱怨着 可就在这时众人皆是一惊 原来黑暗深处又传来恐怖的吼叫声 这预示着有更多的鼠怪在走向这里 黄毛小哥立马大喊 又来了 小翼快上去解决他们 而眼中还含着泪水的小翼还处在恐惧中 只见他闪身跳至最后 嘴中还略带哭腔地喊着 不打了 不打了 太疼了 而黄毛小哥气势汹汹地走到镜前 理直气壮地用着命令的口气说道 你搞什么 什么疼不疼 我们现在都要依靠你 你怎么能退缩 快给我去解决怪物 黄毛小哥这一下把小翼喊愣了 只见小翼嘴里反复嘟囔着 都要依靠我 但是表情却是从愣神逐渐变得争鸣起来 直到他提刀挥向黄毛小哥 伴随着小翼的挥刀 他还吼道 要依靠我还那么嚣张 黄毛小哥就在震惊的表情中结束了他生命 随即番茄酱便洒满了地面 可怜的黄毛小哥还未体验自己的角色力量 就这样被朋友切了 而小翼为何变化如此之大 难道获得强大力量的同时便迷失了人性吗 一旁的三人看到这突发的场景 纷纷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医生和护士看着眼前恐怖凄惨的一幕 惊叫后则是变得语无伦次 而刘依则是在震惊之余又恢复了平静 眼神凌厉地看向小翼 这下外患未除又甜内忧 这小翼会继续黑化吗 刘依又会如何应对 我们下期再见 黄毛小哥理直气壮地呵斥着小翼 让其上前战斗 可谁曾想 小翼此刻已经不再是原来的他了 就在众人惊恐的目光下 小翼挥刀向黄毛小哥胸口砍去 黄毛小哥就这样地结束了他的人生之旅 随后小翼将倒地的黄毛一脚踢向前方 这时从通道深处已走出了两个大鼠怪 黄毛的落地吸引了他们的注意 两个大鼠怪看到前方的猎物 立即发出兴奋的嘀吼 然后便饥渴难耐的目标跑去 随后在众人惊恐的注视下 两个大鼠怪便开始了他们的进食 此刻通道内部极其地安静 只回荡着大鼠怪发出的咔嚓咔嚓声 眼前的场面属实让人不敢直视 此刻小翼霸气地说道 你们几个 跟我走 随后只见小翼向着鼠怪小心翼翼地走去 待到进前后 则是贴墙慢慢挪动 他现在只想趁着鼠怪进食的时候 先逃离这里 绕过鼠怪的他立即跑了过去 待他转头看向后方的时候 护士和医生都还战战微微地站在原地 他立马小声地提醒他们快走 此刻的小护士还处在惊恐的情绪中 收到提醒后的他逐渐平静 处于弱势的他没有任何的办法 现在只能寻求庇护 就目前的情况而言 他们这些人之中也只有小翼可以对付怪物 他现在只能跟着他才最安全 打定主意后小护士便向小翼跑去 而刘依此刻心中想着 即便是不跟着这家伙走 现在也得离开这里了 否则等那两只怪物注意到他 那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而下一刻医生的举动 却让刘依看到了些许的光明 医生此刻突然双手举起手术刀 指向前方立声说道 我是不会跟你走的 你这个杀人犯 而小翼听到此话后不屑地说道 杀人犯 好 那等他们吃完 我看你们怎么对付他们 随后他便带着小护士 向通道深处跑去 看着小翼他们的离去后 医生整个人也放松了下来 他对刘依说要赶紧离开这里 可话音刚落 只见两个鼠怪为了抢士起了争执 其中一个鼠怪被他的小伙伴一把推开 被推到的大鼠怪 发出了愤怒的吼声 而下一颗鼠怪已经注意到了医生 这可把在境前的医生吓坏了 此刻的他满头大汗 战战微微地向后退去 大鼠怪哪管你那么多 张牙舞爪的便向医生扑去 而刘依看到 此种情景也不敢怠慢 现在的他们已经来不及逃走了 自己必须赶紧证实 移下自己的想法 要不就真的GG了 刘依急忙向医生跑去 顺势夺过了他的手术刀 原来之前的 他用家里的菜刀做过实验 因为品级太低 连普通装备都算不上 而手术刀的材质绝对比菜刀高 这个或许可以符合他的使用要求 手术刀入手后 刘依立马收到系统提示 手术刀 普通品级 佩戴等级为一级 看到提示后的刘依 可是高兴坏了 刘依眼神立马变得自信凌厉起来 既然赌对了 那还有什么可怕的 随即镶嵌封存宝珠 刘依顺势急速前行 一个闪身劈砍 越过两只大鼠怪 两个大鼠怪阴生倒地 刘依这六十级的巅峰属性 一招秒掉两个二十级的鼠怪 那还不是手到擒来 医生看着这突入其来的变故 一个大屁蹲摔坐于地上 这屁股传来的疼痛 根本不足以这眼前场景来的刺激 医生此刻已经震惊到与无伦次了 看着刘依的背影 此刻脑中只用有一句话 这是真大老啊 而伴随着刘依手术刀破碎消散的同时 系统提示而至 您的装备手术刀已破碎 封存宝珠已存入背包 而此刻刘依想到了 封存宝珠的使用条件提示 无镶嵌槽装备 使用时间按品级和等级而定 现在的他算是彻底明白这条规定的意思了 他看着自己手中消散的手术刀想着 从刚才他的使用感受来看 一级的普通级装备 只能承受两秒左右的时间 您 您好 感谢您救了我 被医生打断思绪的刘依 转头看向医生 医生无比恭敬礼貌地 向刘依表示感谢 之前的狼狈样子已荡然无存 可两人还未开始进一步交谈 刘依警觉地又看向痛到深处 通道深处此刻又传来了大量嘈杂声 刘依立马转身向医生喊道 还有手术刀吗 医生急忙回应 然后给力地拿出了一把手术刀 原来刚才在进来秘境之前 意识到不对的他 顺手拿了一把手术刀用来防身 刘依一把接过手术刀 清点后 其中只有六把可以使用 他两手各拿一个 然后将剩余的手术刀都存入背包 此刻的刘依已经做好战斗准备 在等待怪物现身的期间 他分析着这个秘境 如果这个秘境是专门针对阿韵和念初的话 他们现在应该是在这个秘境的最中心 假设他们面对的敌人是六十级的怪物 那我至少要突破二十到五十这四个阶级的怪物圈 现在虽然不知道中心方向在哪 但是只要在秘境中寻找更高等级的怪物 一路攻略过去 肯定是就能抵达最中心 此刻怪物已现身 唯一不同的是 通道尽头出现了密密麻麻一大片的鼠怪 看到这个场景 医生的小心脏又一次地受到了冲击 而此刻的刘依却是并没有丝毫的慌乱 他信心满满的镶嵌了封存宝珠 朋友们可能会疑惑 只能使用两秒的武器 你自信个毛线呀 就算是有六把 也不足以你解决那么多的怪物呀 接下来就让刘依来为大家解惑 只见他咧着一口的大白牙 镶嵌了封存宝珠 他知道自己只能保持两秒的全胜状态 但是他还有祝福技能呀 祝福全属性增强一千 这个技能可以让他持续一分半的时间 都处于属性增强后的状态 只见通过祝福加持后 刘依周身瞬间爆发出强大的能量气场 拥有了强大实力的刘依 此刻看着这群高大的鼠怪 觉得他们好可爱啊 刘依毫不犹豫地向鼠群冲了过去 朋友们 你们说刘依大佬变态不 一级就拥有这样的实力 那解决这群可爱的小老鼠 还不给切菜一样容易吗